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条中等模式放在这里 中等的 刮一下 比干一点 这个是山水的 大概用勾一下 这是前山 这是竹井 这是后面的原山 我们首先画前面这一部分 比较中等目色以后 比肩调一点点浓墨 这是浓墨 这样保持笔上面的目色是有变化的 测缝要比 测缝 钩 钩 比干干的 过程当中它会发生目色的变化 因为这个是笔上是以金的目色为主 干干的这样子 割完以后 然后干干的笔擦一擦 稍稍查一擦 稍稍查一擦 这是前面一块的石头 然后再调中等目色 比肩调浓墨 看到调墨的效果 继续往下画 比肩调一点点浓墨 我们在这里签画几个小的石头 大大小小不要一样大 不要正好在这个中线 正好中线 要么就是短一点 要么长一点 我们给它超过它 这是前面一个石头 这是一个小千六三水 就是称叉的 不要不需要太多 这是重点膜色 少少把刚才的称叉的部分 再补充一点墨 好 干一点 好 这里就淡一点 这是 这是靠着这个角 不要画得很虚化 稍稍画一画就可以 不要把这个角 这个地方画得很具体 很清楚 所有的山水 一般的规律都是这样 好 这个不要画的都是一样大小 很大又小 这个也不能全部平行 有的平行一点 然后有的往下一点 让它有一点点变化 好 下面插一插 再回来 再把这个一开始 画的这个小舍头 也插一插 因为这是墨色要淡一点 有些变化 好 这个等它干了以后 如果不够 你还可以加 暂时就是 这样画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下面我们画 在这个舍头的上面 画一个松树 脚笔 调一个中等偏浓的墨 首先 割这个松树 给这个树 长在这个山崖边 先 先割它的 盖 这是根 稍稍稍稍称一下 这个树不是很大 是 双枝 这里给它断开 感觉这里还有遮挡住了 这里有一个分支 这里不能再出分支 不能对称 也可以往上折一点 然后再出分支 这样我们画一些小支 这个是主要把它的形去画出 这个竖的大的形 用这个小支 表现出来 这是可以画松叶 松叶是扇形松叶 调龙墨 把它画成一层层的 这笔尖有一点点 有中等暮色 笔尖浓墨 画到之后 它会这样的层次 慢慢的就出来 把这个树干称出来 再画一层以后 笔尖补充浓墨 补充浓墨 然后再画上面一层 再画一层以后 这个头这里 松叶画得要密 这个头这里 在后面 靠这个质干这里可以 有点空 就是梳和密的关系 画出来 下面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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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和他连起来 转开 大的心我画出来 然后继续往下 你看这是一个龙 蛋 龙 蛋 龙 蛋 不是蛋而是中等的 这就是把它的一层一层的 这个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 一件条龙墨 从头开始画 这样画下面的时候 就比上面头要稍稍带一点 对 但是下面的时间稍稍画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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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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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这画的比较松 这画的比较密 如果密的你还可以加 加密书要主要把它这个层次加出来 最后画好了还可以加 把这个前景画好以后 我们画这个中景 中景是一个主要的景 比较重的墨色 比较浓墨 侧风样笔 你可以这里清花一点小时 就可以 OK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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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用浓墨 干笔擦一擦 干笔稍稍稍擦一擦 观看 继续 这里要画一个泡布 这里要 三头的起伏要画出 两边不能对称 这边往下 这是中等木舍 稍稍稍稍擦一擦 稍稍擦一擦 你看都不是平行的 平行就不好看 这边要画一个小小的细节 这下面是淡淡的摸擦一擦 再把它这个云溢要擦出来 我没想起来 我没想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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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稍稍洗一下,让墓是更淡一点, 再选,比进,再一点点。 下面,往下画,淡点。 画的同时要把这个, 这里是这个云的起伏感觉画出来。 这个云的起伏感觉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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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然 我先去一下 我先去一下 这个小松就基本上发完了 看一下全部效果 下面还有是点台颜色 点台是用笼墨 把台稍稍点一下 发好以后还要再重点 点一下它的位置和层次 这样一起点台 调一个笼墨 从前面开始 前面点一些大点 点台主要把这个前后的层次 打开 把点页也是 把页也是 把它层次拉开 这个后面也稍稍小一点 posterior 再去 大概 哈哈哈 档 这不是指点的,是树,树的 好,这个是浓的,然后鼻子沾一点点水,调一调 这就是淡一点,然后顶后面,鼻子也小一点 这里的小三条 好了,这个是木管就画完了 好,接下来是染色 这是,这是,加一点点淡漠,调一调 调的像水一样的 用这个笔尖调颜色,刮一下 然后用笔尖调颜色,这样子笔后面呢是淡的,是水 所以这个颜色呢,在这个笔上面是有深浅变化的 这样子笔尖调颜色,这样子笔尖调颜色,这样子笔尖调颜色 也可以用这个笔尖调颜色,这样子笔尖调颜色 也可以用这个笔尖调颜色,下面稍稍压一下 可以用这个笔尖调颜色,下面稍稍压一下 这个笔尖调颜色,下面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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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这个清水鼻 燃着水 混在一起 这样它就会淡一些 这个角基本上是不染的 今天呢不要 现在还会给大家一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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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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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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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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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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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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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